好 我們來看到我們周報的背面 那今天只是個開始 真的 牧師 最近就是會把我們這四個階段的課程 幾乎就快要全部設計出來的 我們如何自我察覺 我們如何經歷神的愛 我們如何彼此相愛 建立愛的關係 我們如何彰顯神的愛 這四個階段已經幾乎快要 要全部階段性的把它整理好 當然有很多 教會界的資產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用關係導向愛的教會來看這些東西 其實牧師剛好這一週有機會 去接受一些的裝備 是比較是神學學術的研討會 那在那個研討會的過程 我去的時候我也蠻害怕 覺得怕自己跟不上聽不懂 結果 第一堂課講到三一神論 講到了我們都著重在三一神論的一 而忽略了三 就是 聖父 聖子 聖靈當中位格的互動 在現在的教會裡面不叫忽略 所以忽略掉了就忽略掉了關係 所以 這個神學家強調的是 其實我們的神本身就是一個社群的神 就是一個關係的神 阿妹嗎 你們聽不聽懂牧師在講什麼 在聖經裡面說神就是 愛 我們過去聽到這句話我們很容易說 對我知道神是愛 但你搞錯了 來 你退後一步想 什麼是愛 愛並不存在在一個位格的身上 愛是有兩個位格的互動所產生的 你們聽得懂嗎 我不能說我就是愛 應該是說我愛 佩儀姐 這樣你懂嗎 因為有我 去愛佩儀姐 然後佩儀姐被我愛 所以我們當中有什麼 有愛 這樣聽得懂嗎 可是聖經裡面說 神就是 所以神有愛的主體 神也有愛的客體 所以神就是愛 這是 教會已經失去的 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在關係裡面 彼此相愛 所以很多人 你坐在這邊 你聽牧師講了四年到 你到現在你可能都覺得說 關係就是小組 就是小組嘛 我聽你嘛 你聽我嘛 鼓勵你嘛 讚賞你嘛 愛的魚 不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自覺你才能跳進來 你才能跳進來 當你真實的彼此相愛你會發現 佩儀姐的見證 只有他經歷神的愛 真實的相愛 他才會看到他的先生 看到他的小孩 看到他應該看到的一切 真的 弟兄姊妹我沒有自覺之前 其實 我也算朋友很多 但不敢說都經營得很深 但是 認識的人很廣 過去我去 去跟一些我的長輩講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長輩就是要講123 等到現在我自覺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長輩要講的是456 完全跟我以前聽到的 一樣的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我真正經歷神的愛的那一刻 我才能建立真實的關係 而這所有的一切 你的家庭 你的成功 你要的幸福 才能夠長出來 所以今天很興奮的是 這三週我們就是要看到 所以弟兄姊妹要把牧師的周報存起來 這三週我們就看到關係導向愛德教會 神的兒女如何進到這個世界 其實上禮拜的信息很關鍵 我鼓勵大家再回頭去看 我們如何從教會 Focus在神的國度 我們在教會裡面接受裝備 然後再拆敗進到世界 那才是整個大圖畫 是整個大圖畫 那今天呢我們要更細的來看 我們如何運作在這當中 所以我們 我們三天的下午 第一天就討論你的關心 第二天我們討論你的恩賜 那很多恩賜討論出來都好特殊 好好玩 好有趣 那今天下午我們會討論你的性格 雖然這個性格不是說 最完整的 但是這是很簡單 幫助你了解 所以我鼓勵整個小組留下來 才能夠彼此認識 彼此了解 好 我們來看到神正在做工 好不好可以嗎 神正在做工 第一個 神正在教會做工 我們來讀 以佛所述四章 好 11到16節 我們先來讀 預備 請 阿們 阿們 大家說這就是教會 所以教會不是你禮拜天來參加的地方叫做教會 教會是你歸屬的地方 教會是你生命運作的地方 如果你的身體沒有辦法連結在一起 發生了什麼事 他可能有腫瘤 他可能生病了 他是需要看醫生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太常把教會當成是禮拜天去的地方 所以這並沒有真的關係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活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面 而且我們是罪人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來到教會裡面 我們期待在兩個小時禁拜裡面 我重新得利 然後可能這邊一半的人還會去參加小組 然後去到小組我屬靈的事做完了 我現在去工作 完全用我平常用的方法去工作 然後我就很傷 很痛 很多的問題 然後再次重複 一直重複 重複我們人生 不 牧師要問你 神在哪邊 神在哪邊 其實神是用來得到我們要的一個工具 教會在哪邊 教會只是要得到這個工具的必要之二的宗教而已 沒有真實的連結 不 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跟你排名說 你就是我的身體 你就是我的肢體 我們要有連結 要有關係 我需要你的分享 我需要你的見證 我需要你的恩賜 我們彼此需要 我們彼此建造 然後我們就成為基督的身體 阿妹 你想一下 這個禮拜 你如何跟你旁邊的人彼此建造 你想一下 你認真的想 這個禮拜 當然你認真的想 你這個禮拜 你如何跟旁邊的人彼此建造 你退後一步想 這個月 你如何跟旁邊的人彼此建造 稍微看一下你旁邊的人 好 你再退後一步 今年 你怎麼樣在這個教會裡面彼此建造 你有沒有發現 牧師來 牧師不是打臉你們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最常跟教會互動的方式就是 我有需要 小組長 打電話給我 喔 我有彼此相愛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不 你有恩賜的 你有你的獨特的 而教會需要你 教會是你歸屬的地方 是你貢獻的地方 是你建造的地方 教會不是一個消費的地方 所以我們太常 我告訴大家一個祕密 你論斷了你就會被論斷 你如果用一個消費者的態度對待教會 你只能得到消費者的結果 你只能得到消費者的結果 這樣大家懂得懂意思嗎 如果你用消費者態度來到主日 你只得到主日一點點的恩典 因為你沒有建立真實的關係 真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四章十一節 他所斥的由 什麼 使徒我們圈起來 有什麼 圈起來有什麼 圈起來有什麼 牧師和什麼 都圈起來 都圈起來 跟你們旁邊說 你有其中一個 你知道嗎 關鍵是我們沒有去運作出來 所以牧師的雄心就是 我們這三週的測驗下來 我要把你挖出來 我要讓你有事做 我要讓你一起來建造教會 而教會成全你 你懂得意思嗎 是教會成全你 所以我挖出來意思是說 你願意的話 我們就一起同心 但你也可以退後一步沒有關係 但是 真的當你知道這整個背後的真理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回避他 神有給我們恩賜 而恩賜要來怎麼樣 來四章十二節 為要成全什麼 各禁什麼 請問是誰要禁職 誰要禁職 我是誰 是聖徒 所以為要成全牧師去做他的工作 你知道嗎 我們會有很容易看成這樣 誰要傳福音 牧師 誰要門訓 牧師 誰要建立教會 牧師 誰要做使徒 牧師 誰要做先知 牧師 誰要傳福音 牧師 不 為要成全 聖徒 來在聖徒旁邊寫下你的名字 為要成全你 各盡你的職分 所以弟兄姊妹來聽牧師講 你不要一直解決你的問題 我記得一個弟兄跟我講 他親口跟我講 他發現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在解決他人際關係的問題 自我形象的問題 他發現原來真正的問題是 他沒有跟隨神 這樣大家懂得懂意思嗎 要成全聖徒各禁 聖徒什麼 職 那個職就是一個侍奉 一個MINISTRY 是 要 為要怎麼樣 成全 聖徒各禁 其實建立基督的什麼 身體 把基督的身體 劃下來好嗎 這很重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 當 所以 你發現 來 宣誠站起來一下 宣誠你來 所以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會把教會的事情當成是宗教 這是教會的事 真的 我講一個比喻大家不要亂想 其實我們這兩三年來很多的婚禮 那牧師也籌辦很多婚禮 我記得有一次 在婚禮結束之後 有一個童工就跟我講 牧師好奇怪喔 怎麼大家 為了婚禮 教會的精銳能夠進出 布置教會 樂團弄到100分 招待帥哥美女 然後教會香噴噴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了聖誕節這樣做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不是控告大家 真的有人這樣問我 那我就跟他講我說 因為為了婚禮是有個人邀你們 我那時候答案有個人邀你們 所以你們是 那個人的面子 那個人的情分 看到人會來 其實教會也不是大家不愛教會 不愛耶穌 是因為大家很容易把教會的事情變成宗教 來 我們說聖誕節有需要喔 你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我沒時間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想到教會事情 我們第一個反應是宗教 在我們內心裡面已經很習慣用大兒子的靈 來看整個教會的東西 可是弟兄姊妹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什麼 他所賜的油 使徒先知傳兵牧師的教士 為要成全聖徒各進什麼 其職 不是來仔細看喔 我在用我的恩賜 事奉的時候 不只是 宣傳得到造就 其實 我在事奉的過程當中 我在服飾的過程當中 我也被建造 你們聽得懂我意思嗎 上禮拜有個弟兄 他測驗出來說他的恩賜第一名是御元 他說牧師有沒有搞錯 我的牧師是御元 不會你就是御元啊 很好啊 他的工作就是要預測 那個財務的走向的 這不就是你的恩賜嗎 所以 可能問題不是你沒有恩賜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什麼 你沒有運用恩賜 問題不是你沒有恩賜 問題是你沒有相信神已經給你恩賜 然後你去運用出來的時候 誰先得到這個恩賜 誰先得到這恩賜 自己 大家懂我意思嗎 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謝謝宣誠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恩賜是要建立基督的身體 然後呢4章13節我們來念好不好 預備請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目標的 弟兄姊妹我們從來的目標就是跟隨耶穌 牧師講過很多遍 我們自覺的過後 不是活在自己的問題 你知道來 大家看牧師好不好 大家看牧師 為什麼很多人自覺之後 他會更糟 其實那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自覺的過後 你一直看自己 你懂的是嗎 你一直看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方法在面對 而不是你看見自己的問題之後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神 然後來到神的面前 那才是重點 所以當慧瑩姐 發掘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他要回轉來到神的面前 阿妹嗎 所以我請那個童工幫我放一下這個影片 好嗎 這個禮拜牧師有 在網路上 給大家看這個影片 我們很認真的在看一遍好嗎 The Bible Call of us To Humility And Confession It's Hart to me To think That you can Confess Sin Without some level Of Infession You cannot Confess What you have You haven't first grieved You can't grieve What you haven't seen And you can't repent of What you haven't confessed And so In that way The Bible is Calling me To Be willing To Examine My heart Now I think There's Limits To my ability To do that Because Of the deceitfulness Of sin There's There's a way In which It's Best for me To Vent my heart With the help Of somebody Who can help me To do that Can ask questions To me That I couldn't ask Myself But Personal introspection That is Self-loathing Self-convening That results In Depression And discouragement Is itself A denial of the gospel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I would Ever Uncover Has Always In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Amén We have been Liberated To be the most Honest Community On earth Because I know That nothing Could ever be Know about me Nothing Could ever be Exposed about me Nothing Could ever be Revealed about me That hasn't been Fully Covered By the person And work The life And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my savior And king The lord Jesus And so I I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look at my heart Maybe the reason I'm afraid Is because Heart examination Dims My self-righteousness And It's not that God is surprised By what's revealed I'm surprised By what's revealed And I don't want To go there But if you understand The welcome Of the gospel You will run Toward the welcome Of Honesty And as you Confess God will never Ever turn His back He will never Mock He will never Walk away He will give you Mercy And grace That's For this moment 好 我們給這訊息拍手一下 好不好 Halria Amen 要拍手就大大的掌聲一下 Amen 這有沒有像在我們教會講的一模一樣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你們從 這個是一個美國非常保守的神學院 國際的神學院的一個 聖經輔導學老師 他講到說 我們要 我們要知道問題 我們才會憂傷 我們才會認罪 我們才會悔改 但我們自己做不來 我們需要有人幫助我們察覺 那我們察覺的過後 我們會害怕 那是因為我們心中的自以為意 所以我講 牧師講過 當你在察覺裡面所有的不適應 那就是你的驕傲 你過去的習慣 要這樣 不 弟兄姐妹 上帝沒有要我們這樣 上帝要我們馬上奔到祂面前 因為十字架就在這裡 恩典就在這裡 神的大能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專注的 從來不是察覺出來的問題 我們專注的是 我們察覺出來 我們要怎麼做回應 我們要專注在神的身上 Amen嗎 Amen嗎 所以弟兄姐妹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神正在工作 好不好 我跟你們說神正在工作 所以神正在我們教會建立祂的身體 讓我們滿有基督掌聲的聲量 我們運用恩赤 我們能夠連結於元首基督 所以 我們在看那個 四章十四節 好不好我們來讀 四章十四節預備 請 好 再來 唯用 你看到沒有 你沒有這樣子去建造身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為什麼禮拜天是一個生活 禮拜一又是一個生活 其實重點就是我們一直用宗教在面對我們的信仰 我們一直用肉體來面對我們的信仰 以至於回到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繼續的隨從這些 我們繼續像小孩子一樣 中了人的軌跡 欺騙的法術 和異交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很多人告訴你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那樣 信主為什麼要那樣 為什麼要這樣 教會為什麼要這樣 很多很奇怪的聲音 讓你笑把這個世界 告訴你 你應該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你要很認真工作啊 你不要輸啊 多少個姐妹在婚姻裡面 真的 我很久以前 我認識的一對 真的 在結婚前他們 這樣的彼此相愛 相戀 相知在一起 婚後其中一個在我面前 破口大罵 然後跟另外一半 爭他的財產 我整個嚇到 我說這個人是誰 其實就是他爸爸媽媽告訴他 應該要怎樣 小孩應該要怎樣 我應該要怎樣 環境告訴他 你應該要追什麼 你應該要追求什麼 所以弟兄姊妹 你退後一步想 如果你現在把你所有的價值觀 從世界轉到屬靈的 其實你還需要發那麼多脾氣嗎 你還需要花那麼多時間追求這些嗎 你會不夠時間嗎 其實我們都用錯誤的方法在餵養自己 以至於我們更疲憊更累 我們需要週間更多的時間 讓自己的 身心靈得到安息 其實有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來到神的面前 做神的兒女 在小組中真實的彼此相愛 你就會感覺到連結 真實連結成長 來我們講一遍預備來 真實連結成長 還記得毫無隱藏嗎 你有聽過毫無隱藏這四個字 舉手一下 舉手一下 牧師在這邊講過幾遍毫無隱藏了 我告訴你這本書真的是天書天上掉下來的 我一直跟你們講這不是一本情侶的書 這是一個建立關係的書 真實連結成長就是他這本書講的 真實連結你才會感覺到溫暖 你現在所有沒有感受到溫暖的地方 是因為你沒有跟人真的連結 你沒有跟人真的連結是因為你沒有辦法真實 你總是有一塊在假裝自己 所以你聽不懂別人在講什麼 這樣懂意思嗎 你說 牧師這邊聖經哪邊有講 還記得嗎 4章15節 毫無隱藏就是用這段話 我們一起來讀 預備 請 他說到這個誠實話 就是說真實的話 唯用愛心說真實的話 凡事長盡 你才能夠連結 他這邊講到你要真實 你才能夠連結 你才能夠成長 真實連結成長 所以教會就在這邊 為什麼有的人有見證 有的人到現在在感受不到 就是那個心沒有打開 心沒有打開你沒有承認 所以很多人說 牧師 你用的方法很硬喔 你可以打開聖經 今天這個牧師有沒有講得比我還硬 其實牧師還沒有 他把我所有講話很精粹的講出來了 我還講很多 讓你們選 讓你們挑 他說 不想要察覺背後就是自以為一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認罪 你可以悔改 你可以經歷神的愛 這就是我們教會正在經歷的 我們來看到 星辰正在經歷的 為什麼牧師一直不斷的重複講 牧師不是要講我的故事 甚至不是要講教會的故事 我是讓你看到說 當你準備這樣做 你可能會面對的 需要是什麼 所以在2017年 我們以為我們學了這些的真理 牧師用 兒子的靈的眼光再把這句真理再看了一遍 講得很精彩 講得很棒 我自己也覺得很喜歡 可是好像我沒經歷到 弟兄姊妹也沒經歷到 也沒有聽到像慧音姐這樣見證 也沒有聽到夫妻這樣見證 我們只知道對的事情 到了2018年我們知道 透過教練跟察覺 其實我們知道真理 可是我們並沒有真實的來面對它 所以在一次教練的課程裡面 我被問被問再被問 我就 察覺說原來 我對人的互動這樣 原來很多時候我沒有界限 很多時候我把需要放在人的身上 我開始察覺 好這是2018年 那你察覺之後你完全沒有入種 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我們 在我們 今天來的人有百分之 15到20的 你現在是這樣 你覺得你察覺之後 牧師完全沒有入種 所以你有兩個選擇 一種就是說不要察覺 很沮喪 另外一種就是我沒有 其實不要 保持謙卑 保持心裡面那個柔軟 讓神的話 繼續的進來 繼續的進來 所以 2019年 佩儀師母禱告回到初心 然後牧師開始去安靜靈修 經歷神的恩典 福音的大能 在 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有來參加祷告會的人舉手一下 你來參加祷告會的人 好多來參加祷告會的人 就跟我做見證 直接在 歸心祈禱的裡面 在與耶穌談心的裡面 他們感受到醫治 甚至有一個新朋友 他已經要放棄自己 他是新朋友 從來沒有這樣靈修 他經歷到神的愛 然後在祷告會那一天 我剛好有感動我請代導者 為弟兄姊妹祷告 然後那個祷告 剛好就他最近的需要 然後再加上靈修 就 餵養到他 然後我有看到在小組裡面 他們寫見證 很棒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只有透過來到神的面前 然後慢慢慢慢 到2020年就是現在 我們慢慢的操練 在小組裡面彼此相愛 真的 小組才是人生的解藥 給你拍一說小組是你的解藥 你現在一切 牧師已經講過很多遍 你一切離開這裡 你逃離這裡要去做的事情 所有的問題都會再把你帶回來 一個媽媽 他婚姻很不幸福 就告訴他女兒 你不要相信男人 不要結婚 你不要相信男人 不要結婚 然後後來呢 一個媽媽一直跟小孩這樣講 會變成怎麼樣 就會變成提早結婚 同一字嗎 就會變成再來一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世界裡面闖的 我們要的 真的那個答案就在小組裡面 我現在講你 你聽不懂 你繼續闖 你繼續的走 兩個重點 第一個 能不能夠彼此相愛 第二個 能不能彼此服侍 當你在社會上行走的時候 你能夠真正的建立愛的關係 尋求雙贏 尋求夠好 的時候 你聽得懂主管在講什麼 聽得懂同事在講什麼 你能夠成全你的晚輩 你一定被提升啊 然後你在小組裡面的恩赤 能夠被運作出來 被發揮出來 是你真正的生命力 帶到職場裡面兩個最強的 彼此相愛跟彼此服侍 你一定成功 可是問題我們就是活在 肉體裡面 我們就是要我的成功 我們就是要別人成全我 我記得我幫一個弟兄教練 我說 你對你生命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很快的說出來喔 應該給這弟兄拍拍手 我想要別人幫我賺錢 我要財富自由 別人幫我賺錢 有沒有弟兄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應該很多弟兄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要財富自由 別人幫我賺錢 我就問他說 別人這麼好還幫你賺錢 為什麼別人要幫你賺錢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很可笑的 我們去看世界很多成功的人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關係 他們能夠從長輩領受那個更高層次的教導 他們能夠從同事裡面來合作 團隊合作 他們能夠帶其晚輩來去成全別人 這一些 其實社會上很難給你訓練 在小組裡面最好的 最棒的 所以我看到 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這些 我牧養的弟兄 他們真的不是 世界上配偶的人 但是 他們就是保持謙卑 他們保持柔軟性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他們很厲害 而是他們知道他們需要幫助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教會正在經歷的 好不好我們把下面的話念一遍 透過 我們先來讀 預備請 透過自我察覺 經歷天父的愛 經歷福音的大能 被聖靈充滿引導 透過學習小組彼此相愛的生活 慢慢恢復家庭職場的關係 在這個關係中去分享福音與見證 在經歷愛與彼此相愛中 慢慢的認識自己 接受自己的特質 去發展它 透過關心恩賜性格 去找我們的熱情與可能性 這樣大家懂嗎 這樣大家懂嗎 你在小組裡面 真實的彼此相愛 你就會在生活中 真實的彼此相愛 你脫離不了真實的關係 這是在小組裡面 真實的運作的 那神也正在你身上工作 好不好跟你麻煩說 神正在你身上工作 所以 所以你知道 我們當我們想到那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幾個錯誤的觀念 那剛好牧師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生涯指引的顧問 那我也參與這個協會 培訓顧問的 一個訓練師的 實習的角色 然後我講這個信息 我要講六個小時 牧師今天講這個我要講六個小時 我大概操練了兩遍 當我操練第二遍的時候 我越來越接受 對這就是真理 好我待會把整個結論給大家看 三分鐘就直接跟大家講重點 第一個 我們對工作一個很大的錯誤 那本冊子裡面提到說 包括世界上的那個 最大的那個詞點 英文的字典 什麼解釋工作 工作就是你努力 殷勤 運用你的專業 所患得來的 什麼什麼什麼 這是工作 然後很多世界的定義 對工作的定義就是怎樣 這就是我們對工作的想法 工作就是我的努力 工作是社會的責任 工作就是要養家活口 工作就是要證明自己 工作就是要發揮才能嘛 牧師你講的嘛 對不對 過去三週 牧師你就是在告訴我們工作就是要發揮恩賜 發揮你的性格 發揮你的才能嗎 也不是 好不好給你排名說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很抱歉讓你誤會了不是這樣的 那工作到底是什麼 仔細聽了 工作是神對你的創造 來 那個宣傳來一下好不好 因為第一排只有一個弟兄宣傳 第一排只有一個弟兄宣傳 好 還是要換成績 不要啊 宣傳好 好 你知道 工作是神對你的創造 請問宣傳 宣傳為什麼存在 是神的創造 對不對 那 神創造宣傳有沒有計劃 宣傳神創造你有沒有計劃 有 有嘛 對不對 你相不相信你是神的創造 你相不相信神對你有計劃 你相不相信神對你的夫妻有計劃 你願不願順服 看一下 順服 順服很小聲 順服 老婆順服 弟兄都不看聖經 只看對自己有利的 你是神的創造 神對宣傳有計劃 來 仔細聽了 神對宣傳的計劃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來 神如果計劃宣傳要做這件事 我們大家說這件事 神會不會給宣傳完成這件事的 恩賜 特質 性格 如果神 我身上沒有錢 如果神說 如果神說 宣傳 去幫我買一支iPhone iPhone12 那個我這邊只有一百塊幫我買一下 幫我買一個iPhone回來 慢慢來沒關係 那個下午送過來 你覺得神這樣公益嗎 神這樣信使嗎 如果神要叫宣傳去完成買iPhone的這件事 大概神要給他多少的恩賜 多少 我不知道大概多少錢 兩萬 三萬 三萬多嘛 跟大家買的level不一樣 三萬 曾經是買比較好的 三萬 如果我叫宣傳去做這件事 我需要給宣傳三萬 這樣我才是信實的嘛 所以弟兄姊妹 牧師在做的事情就是 要告訴你 你要相信 神 已經 給你三萬了 Hallelujah Amen 但是 那三萬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們一起來探索 Hallelujah Hallelujah 真的 你從小到大有多少人陪你探索 你告訴我 你從小到大有多少人陪你探索 我沒有別的意思 你爸爸媽媽要陪你探索嗎 學校老師陪你探索嗎 可能有 有的可能有 因為今天會已經在這邊 可能有 有應該有 失牌的會比較多一點 如果你們讀失牌的話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失牌的有 我問過很多人 他們說真的沒有 很少 很少 那在學校輔導處 大學輔導處 簡單做個測驗 大概是這樣 也沒人跟你談 你看 牧師這麼愛你 整個下午陪你聊 陪你談 真的 你們講話那麼慢 我在那邊聽你們講 慢慢聽你們講 慢慢聽你們講 陪你們 看中你們 因為我相信 有很多財寶在我們教會 Hallelujah Amen嗎 我們為了自己是神的創造 拍手一下好不好 Amen Amen 所以好 請坐 所以你懂得意思嗎 所以工作是神對你的創造 神對你人生有計劃 在這個計劃中 神給你的獨特 獨特圈起來 獨特圈起來 那個獨特是什麼 那個獨特就是你獨特的熱情 你獨特的恩賜 你獨特的性格 你獨特的背景 而最後造成了 上帝就是要你去做的 這一個大圖畫 而且來挺仔細聽喔 當我們整個教會湊在一起的時候 宣誠去完成他的大圖畫 友廷去完成他的大圖畫 我們每個人去完成我們的圖畫的時候 我們教會又造成一個 更大的圖畫 Amen嗎 Amen嗎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姊妹這個很重要 所以工作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在下面 工作 就是活出神對你的設計 上帝有對你有計劃 有一個設計 而在工作當中你活出來 不是活在壓制裡面 活在奴隸裡面 活在孤兒的裡面 工作是與神同行 發揮你的創造力 與神一同來創造 治理這個世界 所以 所以以佛所出二章十節 我們起來讀好嗎 預備 請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里 為要叫我們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 神有預備叫我們行一件事 神有預備叫我們行一件事 是在基督裏造成的 已經給你夠用的恩典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 絕對夠的 神不會像我一樣 叫宣誠去買個iPhone 然後給他100塊 不會的 不會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相信 在耶利米蘇一章 4到6節 4到7節 我們起來念好不好 預備 請 耶利米蘇 耶和華 临到我說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我已 你未出母胎 我已 分 我已 派你做列國的先知 你看到沒有 還沒有出生 神的計劃已經定好了 哈利亞 而定好了之後發生什麼事 那耶利米蘇 我就說主耶和華 我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我是年幼的 1章7節我們起來念 預備 請 耶和華對我說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什麼話 你都要去 所以你要去哪裡 神會拆派你 你要說什麼 上帝會告訴你 代表神要與你同行 你不要害怕 真的 我發現 我們第一週在討論關心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的關心好像很好笑 有的人要做才藝 有的人關心花藝 有的人這樣 好像 這些到底是什麼工作啊 這些到底是什麼工作 有這樣工作嗎 不 弟兄姊妹 什麼工作都有 而且重點不是什麼工作 重點是你去做的時候 祂會給你力量 祂會給你全員 祂會讓你 越來越像你自己 越來越像上帝創造的你 哈利亞 Amen 所以牧師 要栽培這樣的人 只要你願意 去找你的關心 只要你願意去發揮你的恩賜 只願意 你要去面對你的性格 牧師要成全你 讓你真的成功 去活出神給你的設計 Amen嗎 有多少人想要活出神對你的設計 也揮揮你的手 Amen Amen 弟兄姊妹 但是問題來了 好 我們 我們等一下看下一點 那個設計是什麼 很快講 你的關心 你的關心就是 你想要成就的價值 其實我發現 我在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一開始答案是什麼 不重要 你一定要問到最後 你為什麼想要這樣做 這樣做給你什麼喜樂 這樣做成就什麼畫面 你希望你客戶對你說什麼 你到底想要成就什麼價值 那個價值才是你真正的關心 那這個關心呢 就是你前進的方向 那你有策略性的往前 你不是說明天就離職了 你明天就不要養小孩 你要去做藝術家 不是的 是你有個策略往前 那第二個是你的恩賜 沿途中上帝給你的工具 超自然的禮物 而這個恩賜是神的介入跟禱告 所以我在講 恩賜不是用在教會而已 恩賜可以用在工作 你的工作應該運用你的恩賜 阿妹嗎 阿妹嗎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人會二元化 覺得來教會是來教會 去工作去工作 太多弟兄問我一句話說 蛤 神跟我的工作有什麼關係 職場跟我的工作 神教會跟我的職場有什麼關係 你完全搞錯方向了 所以很辛苦 教會永遠就給你吃安眠藥 給你吃吸大麻 讓你快樂一點 安慰劑 所以來教會就是來拿安慰劑 真的很可惜有的人安慰劑都只拿一半 你們那個都不來敬拜 都來聽講道 不要 你要拿安慰劑你就拿全套的安慰劑好不好 而且真正的安慰劑是敬拜 你都不來敬拜 好 那我的意思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就好了 我的意思 其實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其實你真的去想 你真的去想 好 待會牧師會告訴你們 在你的性格 圓形正方形三角形 今天下午我會講比較多這個 那 神正在教會工作 而神正在你身上工作 那我要怎樣讓神參與呢 我要怎樣讓神參與我的生命呢 第一個觀念我們要改變的是 要讓神參與你的人生 真的我們太多時候 我們太喜歡看一些 世界上的 東西 不管是真正正向的或者是負向的或者只是連續劇 或者 有一些不錯的書 不是說我們不能看這一些 你要知道這一些的源頭 並不跟神有關係 他並不相信人是神的創造 他並不相信人有罪需要救恩 他並不相信這世界是短暫耶穌基督會再來 這樣你懂意思嗎 這是基督徒的世界觀 好 那 我在這幾個禮拜裡面 大家仔細聽 我幫一個弟兄守望 守望完了 他的方向是跟他原本的方向有點不太一樣 他原本大家看他應該要做A 結果他自己測出來要做B 那他自己也覺得是B喔 請注意喔 自己也覺得是B喔 那完全都是 透過一個測驗一個提問 他自己了解的 好 那他自己很感動 我說 那你在那個小組裡面討論你說不用錢你會要做什麼 他說其實我就是要做這個 我就是要做B 那我就很好奇了 那你為什麼做了這麼久的A 你沒有做B 而且甚至你在跟我講你要做B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他要做B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在開玩笑 不會啦 你怎麼無緣故好好的跑去做這個 我也覺得很好笑 可是那天測驗報告出來 就是這個100分 這個99分 這個98分 這個就是他要的 好 重點來了 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走上這條路 大家仔細聽 這會不會跟你一樣跟我一樣 好我們來看週報 第一個 絕對不會賺錢 不能當飯吃 活在世界的價值觀 效法別人 就會對自己要求 好 你知道 明明覺得是那樣 可是就是覺得說 你知道我知道弟兄有很 有一個心態 你們聽我講 弟兄明明知道自己要做B 可是他就想要先做A成功 我要先A成功 再證明我要做B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這樣想 其實重點不是A也不是B 重點神對你的設計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活在世界的價值觀 所以羅馬書12章第1節 就是要將身體線上當作活際 這是很重要的 而第2個是什麼 還是想要證明自己 所以當你想要被證明自己的時候 仔細聽喔 就來 大家看牧師 其實過程中 是一直要工作的 你根本停不下來想你的命令是什麼 你就被工作贊滿 有沒有 那就靠自己 那你也需要錢 那你也沒有真正想要跟人合作 想要真正在關係裡面成長 就日復一日的 趕那個錢 趕那個錢 一直在 就是需要去完成它 我覺得太棒了 我覺得這弟兄講的內容太棒了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祷告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尋求神 鐵勇姊妹 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不可能成功 沒有關係 那你可不可以先祷告 祷告要不要錢 祷告要不要有學歷 祷告要不要有證書 祷告要不要人同意 不用嘛 先祷告嘛 祷告就是從完全不可能 到可能 到有點可能 到可能拯救 你就先祷告嘛 你就先為了那個小小的火花 來祷告 看看神 在你的周遭裡面 有沒有興起一些 你繼續的往前 繼續的往前 第四個 很重要的 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在教會分享 工作跟教會是兩件事 害怕真實 別人會怎麼看我 所以剛才那個 講員講的 他說 如果 我們沒有發現自己的問題 我們就不會憂傷 我們不會憂傷 我們就不會認罪 我們沒有認罪 我們就不會悔改 我們需要有人問我們 我們自己是很難了解我們自己的 真的 這個作者兩本書我都買了 我明年會再跟大家分享 還有一張很大的圖畫 超棒的 跟我們教會現在在做事一模一樣 真的 真的 所以弟兄姊妹 可能這幾週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禱告 可能你連禱告都沒有禱告 你可能連留下來都沒有留下來 你可能連尋求都沒有尋求 因為你會覺得說 干我什麼事 我就是這樣 我就只能這樣 不 弟兄姊妹 你是神的創造 上帝對你有計劃 彼得前書4章 7到11節 我們起來讀 預備 請 要按著神的聖言講 若有服事的 要按著神所赤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穌基督得榮耀 原來榮耀全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遠遠 弟兄姊妹 這個世界有一天都會過去 萬物的絕局進了 你不要再去尋求肉體的歡喜 尋求人 尋求你父母對你的計劃 那都是短暫的 不能震動的國 會來震動這一切可悲震動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開一間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一個上市公司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要追求的不是這個 你要追求是上帝對你的設計 然後你可以怎樣 彼此切實相愛 你能夠真實的相愛 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這句話原文的意思我告訴大家 當你真實的彼此相愛的時候 很多的人可能就不會軟弱 很多人可能就不會軟弱 以至於犯罪 所以看一下你旁邊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真的在小組裡面彼此相愛 真的 你的心火熱起來 我們就被建造 然後呢 下來說什麼呢 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麼樣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 我們是管家 我們不是owner 我們不是主人 你口袋的錢 也許只有10塊 5塊 這5塊也不是你的 你要問神說 神啊我要怎樣使用這5塊 上帝能夠把5塊變成5000塊 變成5萬塊 能夠發揮他的價值 你不要小看自己 你在這裡說我沒有學歷 我沒有專業 我根本沒有學過 我告訴我們的弟兄 他想要做音樂 我告訴他音樂沒有這麼難 因為我幫他把策略都安排出來 他就嚇到說 他以前覺得完全不可能 現在覺得有點可能 然後我在跟他講說 音樂其實不難 然後他就覺得好像可以往那個方向前進 你為這件事情先禱告嘛 你為這件事情先禱告 真的我發現神要在我們當中做療癒的工作 我發現我跟很多人談 我們教會弟兄姊妹很多人喜歡花藝 有沒有園藝 畫畫 散步 喝咖啡 瀏覽 動物 音樂 療癒系音樂 不是搖滾樂是療癒系的音樂 那就去做啊 那就去做啊 那就去做那就去發揮啊 真的 可能我們這個空間就是要變成這樣OK的 你們想要教會變怎樣都OK 有錢的話你們也可以奉獻 你們就用生命樹全部都樹 全部都給你弄樹沒有關係 再教會癢 陽光進不來 這個那邊有個洞 那邊是有陽光的 通上面通下面 好不好 哇 弟兄姊妹 牧師要告訴你 我從小就沒有被看好 所以我會覺得說很多弟兄姊妹都給牧師貼標籤說 牧師很嚴格 牧師只看中誰 我從小就是一個壞學生 從國小 國中 高中都是壞學生 高中還留級 我在台灣的學歷只有到高中畢業 我從小 老師就是說我愛講話 我的恩賜就是講話 愛講話 愛講話 處罰 打你 罵你 罰你操作業 提拔 福利挺身 舉椅子 跪著 我真的通通都做過 半蹲 趴著黑板打屁股 也都 通通都玩過 真的 我到後來就發現說 我的恩賜沒有被發揮 你懂嗎 我的恩賜沒有被發揮 所以我真的有個負擔 你不要覺得你很特別 特別到你要躲起來 你要自己去山上練功 不用 整個教會給你練功 牧師陪你練功 牧師去學生命教練的功 就是要來幫助你練功的 所以我去學的Life Coach 就能夠幫助所有人 去找到你的命定去完成它 這就是我的渴望 你在教會可以做什麼 我們來看下面 A 你可以接受裝備 關係導向愛的教會 幫助你用兒子的身份 開創你的人生 B 團氣 彼此相愛的小組 發展你的人際關係 恩賜操練 C 事工 找到你的熱情 生命教練 有一個實驗的場所 你可以做工作坊 你可以做興趣小組 你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都可以 好不好我們一起站立起來 我們一起站立起來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